观灵术一词为吕金虎大师所创 之所以会将观落音一词修正为观灵术 乃是吕金虎大师认为观灵术不只可观音 亦可观阳世间的对应 本命花述从原成功 除此之外亦可借由观灵术到灵界各处游览 如仙界、王始成、地狱等等 均为观灵术所探讨的范围 故将观落音证明为观览灵界的法术 观灵术 以下是无极慈善堂的观灵术与坊间观落音的差别 一、名称不同 吕金虎大师将观落音更改名称为中国观灵术 二、灵界分也不同 观灵术灵界分为十八观 一般传统观落音为四十余观 三、特殊的缩路咒 观灵术具有缩路咒策理图 不必每个关卡慢慢走 四、可观仙界 观灵术不仅可观音 亦可到仙界游览 五、独特的代观问世法门 本堂代观问世乃是透过观灵术 让灵能者进入灵界 调理善性大德之花树丛以及原成功 影响我们今生的五大因素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基因得五读书 观灵术是一门特殊的术法 可改变五大因素的第二项 运势 已经是各种阴阳武术提升自我的最高层级 屈及避凶的特殊法门 观灵术四大应用 一、探王者 可借由观王者、观心王者在灵界的状态 二、探花树丛 久病缠生可施此数 查看花丛予以调整 灵验异常 难事有疾或万事不如意 可施数看树丛 其验之志 三、探源成功 运势、财运、工作运以及感情运不顺 想查探原因并调理之 四、灵界旅游 若想到益次元世界游历一番 均可参加 而且醒来以后 历历如晦 完全记住 视觉经由眼睛接收讯息的刺激 让大脑产生判断 进一步产生视觉 而观灵术是开拓另一条讯息的通道 经由灵神经接收灵界的讯息 进一步刺激大脑 而产生灵界的景象 让原本看不见的灵界 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除了视觉之外 其他五感六觉 眼、耳、鼻、舌、身以及意觉 也均在观灵术中体验得到 如在灵界吃东西会有味觉 闻到东西会有嗅觉 观灵术是一种很特殊的法术 可将人的感觉神经接收到灵界的刺激 进而产生感觉 以下是观灵成功的秘诀 参加观灵术前 一、充足的睡眠 在参加观灵术之前几天 让自己拥有良好的精神与体力 在灵界走路、登山等等 就如同阳世间运动一样 会感受到疲倦感 建议来参加前养足精神与体力 二、观王者可先在家中 向家中神尊及王者牌位禀报 何时何地要参加观灵术法会 希望王者能够一约前来 三、带着平稳的心情前来观灵 观灵术是一项需要心轻心定的法术 若心中杂念太多 也较不容易关入 参加观灵法会时 一、法师开始念动咒语后 十分钟至半小时之间 可能会开始摇晃身体 若开始看见一些光线 请务必举手 直到法师到你旁边后再放下 此时法师会开始询问你所见景象 变换对应的咒语 二、感觉似乎在走路 会看到一些路的风景 青草路、黄泥巴路等等 这是观入的初期景象 请务必举手 三、直接看见神明在前面或在天上等等 这是观入的更进阶景象 请务必举手 直到法师到你旁边后再放下 综合以上几点 要观灵成功的秘诀无他 只要有看见景象 不论是光线、景象、神明等等 一定要举手 有法师变换咒语为你带路 如此一来才有可能进一步 游览你的原成功、花树丛 以及探望往生的亲人 是级性的也应该是未成功的秘诀